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直在培养感情 之前就有新闻说 说他这个是非常的标杆的后霸 抱孩子之前都要先洗手等等这样的新闻 那么戴S的经纪人证实 居今夜收到了很多工作上的邀约 但是他接下来会去纽约演出 只能等待他从纽约回来再谈细节了 那么居今夜大家也知道 他非常热爱纹身 而且跟戴S闪婚不久 就被发现了他的左手无名指 多了一个戒指的纹身 所以外界猜测呢 他就是跟戴S讲心不讲精 用纹身来取代通俗意义上的婚件 那事实上呢 戴S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爱剧剧业爱的疯狂啊 曾经为剧剧业 据说在脚踝上闻了一个九字 为啥要闻九呢 是因为呢 这个九跟剧的韩文发音是相同的 不知道哈 这个戴S有没有搞清楚 这个一时弄错了还是怎么样 4月29号呢 台北一家著名的刺青店 公开了居今夜的纹身照 居今夜呢 一下子做了两个新的纹身啊 一个在手臂 另外一个在脖子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纹身到底有什么讲究啊 居今夜呢 在手臂上的纹身呢 主要是一个皇冠 在这个皇冠下面啊 写了西元的韩文 他胳膊上呢 还有台北的经纬度 这些信息呢 明显都是跟戴S有关啊 这个赤裸裸的秀恩爱 可以说呢 这个居今夜的这个新纹身呢 就是为自己的新太太特意设计的 那么至于居今夜脖子上的那串英文字母呢 大家就说不太清晰啊 不过很多网友都认为 他的意思是 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就是记得永远在一起 或者永远记得在一起啊 店家呢 其实并没有否认啊 他仅仅回复网友 这需要主人公自行来公布 那也有网友留言询问说 大S是不是陪着居今夜一起去了 店家呢 就很卖关子啊 发了一个虚的这样的一个表情 是不是暗示大S坐在现场呢 这个也不好推测 但是呢 就拒绝透露 大S有没有一同次庆发表任何的言论 好 接下来的人物片呢 咱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李子柒的最新消息 那么自从李子柒跟资本的纷争之后呢 其实很少见他有什么新闻 或者是露面了 在4月30号 李子柒针对最新网络平台出现的 从此再无李子柒 说李子柒被迫改名这些言论啊 以及多个主体擅自使用李子柒相关头像商标视频图片的行为 发布了律师声明 要求呢 相关方删除有关的内容停止侵权的行为 除此之外呢 李子柒还在评论区补充说到 确实让背后花钱的人失望了 不仅不会改名字 还受法律保护 是不是有点气人 所以呢 这局啊 其实也是在偷偷的说 说似乎啊 这个现在网络上的传言是有人花钱有意而为之的 他还说呢 大家看到此类的造谣新闻啊 或者冒用账号 记得不要上当受骗 直接一键举报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聊一聊这个 何炯老师和黄磊的最新瓜 难道他们最近的闹不合吗 这件事呢 是来自于向往的生活啊 在4月29号的晚上呢 终于迎来了向往的生活第六季的首播 其实很多向往的生活老伙们还是非常期待的 张艺兴 彭玉畅 以及黄磊呢 在节目上的瞬间都被推向了热搜 而且呢 观众对于节目的内容讨论度也是节节攀升啊 其实这些细节呢 都证明了向往的生活6 依然是很火爆的 大家对这个题材 依然是非常的买账和向往的 当然了 向往6的前期预热 还是有很多的效果啊 顺利拿下了开门红 那相比较彭一畅跟张艺兴呢 其实大家就网友就说 就发现说张子峰呢 在首期节目当中表现平平啊 好像没有 与往期有太大的区别 或者是说 并没有太大的心意给到大家 很多人就猜测说 是不是受到恋情曝光的影响 所以呢 也让很多的吃瓜群众 担心这个张子峰 在节目的后续的风评 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不得不说呢 虽然谈恋爱是张子峰自己的事情 但是不可否认呢 这样恋情的曝光 对他的路人员 确实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影响了 甚至有观众在喊话 节目组要让他换掉 但是呢 毕竟啊 这也是人家的私底下的事情 张子峰不论是从作品来讲 还是从他的人缘来讲 都是一直不错的 当然了哈 其中呢 很多张替换的传闻 最备受关注的一条呢 就是要黄多多替换张子峰的 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这样的消息呢 由于传的沸沸扬扬 在节目当中呢 这个黄磊啊 首次大放的回应了 这两大争议 其一呢 就是为张子峰恋爱的问题 他多次强调张子峰长大了 严此间呢 都有维护张子峰的意思 那么其二呢 就是要带黄多多 加盟向往生活的 这样的传闻 他也进行了回应 原来呢 确实这件事并不是空穴来风 黄磊在节目当中 亲口承认说 他确实想要带黄多多 加盟向往的生活 他说呢 他私下建议过女儿 来录节目当嘉宾 或许是为了避免误会啊 黄磊用词非常谨称 明确说 他只是想要在多多上大学之前 让他以嘉宾的身份 来录制一期 给大家做个饭就好 显然呢 手心手背都说 黄磊虽然想带女儿上节目 但是呢 也没有想让他换走张子峰的意思 至少人在节目当中 是不会这样说的嘛 而且呢 为了顾虑到张子峰的感受 他也明确说了 是做飞行嘉宾 当然了 在节目当中 何炅也是极力袒护张子峰 他紧接着接着一句话就说 哎呀 如果多多来了 他就会跟张子峰睡在一个屋 而且特意强调了张子峰的存在 不得不说呢 何炅老师的情商 还是依旧在线的 怎么样 这一句话 是不是多语一语多关啊 而且还维护了张子峰的存在 还让双方都感到很舒服 而且顺其自然的 肩下了这个话茶 何老师呢 确实这个智商 和情商是没得说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还记得前段时间的打人事件吗 那就是威尔史密斯 最近现身了印度孟买 根据外媒的报道呢 他这行呢 是和瑜伽大师萨古鲁 学习瑜伽和冥想 难道是打人之后 觉得自己太冲动 然后去猎瑜伽 修身养性去了吗 对于史密斯的 这一修身养性的行为呢 这大家都觉得搞笑之余 有人说真的很讽刺且荒谬啊 因为呢 他还没有对他施暴的对象 进行道歉呢 美国周刊呢 报道说啊 这个威尔史密斯的印度之行呢 其实早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了 妻子呢 和一对儿女也会一起同行 这也是威尔史密斯打人事件之后的 首次公开露面 威尔史密斯呢 其实两年前就跟这个大师啊 相识了 他说呢 自己被内在工程这本书深深的吸引 他说我希望我的家人也能遇见充满灵性的人 能够与不着迷物质的世界的人相互动 当然了 这一事件呢 这是威尔史密斯方面的说法 但是外界呢 很多人呢 很多吃瓜群都纷纷调侃这件事 说是这个威尔史密斯不知道是不是被老婆说了 还是外界都说他实在是太冲动 火气太大啊 这个要用这个武侠片里面的这个话说就是力气太重啊 所以呢 去这个找大师净化一下心灵 没准他就是这个目的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来关注一个乐队圈的一件大事啊 首先呢 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乐队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福禄兽乐队 那么福禄兽这个乐队呢 是由三胞胎姐妹 杜菲儿 杜冰儿和杜雪儿三人组成的 他们的艺名分别是咪咪 豆豆和捏捏 三个人呢 其实他们本身的学历都很高啊 他们都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 其中呢 杜雪儿还是研究生的学历 可就是这样一个研究生学历的人 竟然做出了让大家大跌眼镜的事情 好 我们先说这个乐队啊 本来喜欢音乐的三姐妹呢 曾经在大学组建了一个杜雪菲的组合 经过两年的奋斗呢 他们终于在2020年7月被大家认识 因为呢 他们参加了一个音乐综艺节目 叫做乐队的夏天 凭借着一首玉珍呢 深受歌迷的喜爱 乐队的知名度呢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在成名之后呢 本来他们应该像其他的成名乐队一样 到处演出工作繁多啊 但是歌迷们却惊讶的发现 2021年三姐妹之一的杜雪儿 竟然悄无声息的消失了 参加各种演出露面的 就只有杜菲儿和杜冰儿 那么杜雪儿为什么消失了呢 对于这件事呢 杜雪儿经纪公司曾经给出解释说啊 这个在网上发文说杜雪儿去养伤了 等康复之后会和歌迷们再见面 可是呢 养伤一年之后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最近呢 随着一份关于杜雪儿的刑事判决书的公开 大家才发现 原来都被杜雪儿和他的经纪公司给骗了 根据公开的判决书呢 杜雪儿因为涉嫌走私毒品罪 在2021年1月就被抓了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今年的1月呢 杜雪儿已经刑买释放 对于这件事情 杜雪儿和经纪公司一直选择了隐瞒 并且呢 在杜雪儿出狱之后呢 让其继续服录兽乐队成员的身份来捞金 可是犯了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能一直瞒得住呢 这部杜雪儿的刑事判决书被公开了 杜雪儿的秘密也是藏无可藏了 杜雪儿呢 也因此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那么面对这样强悍的舆论呢 4月25号 杜雪儿在个人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致歉声明 在声明当中呢 杜雪儿表示 在被相关部门调查之后 她就退出了葫芦兽乐队 已经和经纪公司解除了合约 那么在声明的最后呢 杜雪儿还说 自己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杜菲儿和杜冰儿 不过对于杜雪儿的这份声明 很显然啊 广大吃瓜群众怎么可能买账呢 因为在大家看来 作为杜雪儿的姐妹 杜菲儿和杜冰儿 怎么可能不知道她涉赌这件事 那么至于杜雪儿的经纪公司 就更加可恶了 她已经说了啊 跟这些乐队解除了关系 但是在这一年之间啊 经纪公司竟然堂而皇之地说 他们还是一个乐队组合 只是因为杜雪儿去养伤了之后还会与组合的形式和大家见面 这样欺骗大家的感情就非常的无耻了啊 更何况呢 是在杜雪儿被抓之后帮她隐瞒真相 而且在她出狱之后又连忙安排她付出赚钱捞金 哎 这样一系列操作呢 真的是看得让人无法接受啊 总之呢 希望艺人们能够多多洁身自好 多些正能量才是 好 接下来呢 再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最近一周的热点话题 那在说刘强东之前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最近有件事啊 这个突然被爆出也是蛮神奇的啊 之前呢 跟大家讲过刘鸾雄的一期节目 其实呢 这个大佬的爱恨情仇啊 总是跟香港娱乐的媒体炒作八卦有关系 在香港呢 这些豪门大佬和女星呢 很多时候都是有着捋不清的这样的一个暧昧关系 当然了 这些都算算是一些古早的瓜哈 那么这些豪门的大佬呢 把混迹在演艺圈和多位女星保持暧昧关系 当成自己的一些资本 或者是引以为傲的事情 那在这个圈子里面呢 往往我们看到的这个港圈大佬啊 之前有传闻都是招风眼蝶啊 左拥右抱 那在香港的豪门大佬张呢 除了刘鸾雄是豪门浪子之外 其实还有一位可以和他匹敌的豪门浪子 那就是罗兆辉 同样都是家财万贯啊 在演艺圈和多位女星都保持着暧昧的关系 罗兆辉呢 一直向外界表示说 自己和演艺圈的众多明星是非常谈得来的好朋友 虽然他这样说 但是呢 所有人都知道和他交朋友 其实呢 都是目的不纯 在他破产之后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再亲近他了 其实也是蛮悲惨的啊 破产以后的罗兆辉呢 是风光不在 曾经和他有关系亲密的女星们也都离开了他 所以当时呢 他气愤之余呢 对外公布了自己多年来和演艺圈明星的情史 后来呢 罗兆辉还向媒体散布了他和有亲密关系的女星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所以这一举动呢 又在演艺圈当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在罗兆辉呢 发表了这些照片和视频之后呢 大众发现啊 很多当红的一些女星都身在其中 像刘嘉玲啊 李嘉兴这些呢 都曾经和罗兆辉有着一些亲密的关系 有知情人士透露说 这些照片视频呢 是在女星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的 罗兆辉拿这些偷拍的照片呢 逼迫女星 很多女星就是怕罗兆辉毁了自己的前程 所以只能委身于人 可能呢 有些时候真的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好 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聊一聊 在这一周当中最热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刘强东啊 这个刘强东呢 这一事件啊 重新提上了日程 确实让很多朋友一头雾水 这件事的起因呢 是在4月25号有一个报道说呢 法院将在北京时间的4月26号的上午 重启刘强东明尼苏达案 并进行公开的线上听证会 相信呢不少人会感到困惑啊 说这件事呢 已经过去4年了 当时呢已经无罪释放了 因为证据不足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还要重提 今天呢 咱们就来一起分析一下 这各种的缘由 可以说是细思极恐 其实呢 比案件重启 更加刺激的事情还在后面 这其一呢 就是听证会竟然被光速取消了 这个原因很简单 原告刘敬尧他的三个提问呢 是比较离谱的 首先呢 他向刘强东和体 他要问刘强东和体制的关系 第二呢 他要问刘强东的财务状况 最后他竟然要问刘强东 过往的性行为啊 这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 这个离谱到家了 那以上的三个问题呢 大家想破头都想不明白 到底哪个跟案情有关 尤其是他竟然要问刘强东 在体制内的关系 是否是受人指使呢 所以呢 网友们忍不住发散思维 就大胆猜测说 看来重启案件是假 浑水摸鱼才是真啊 紧接着呢 一段疑似原告刘敬尧跟律师的 对话录音被曝光了 在录音当中呢 原告是言辞凿凿 他说我摊牌了 我就是要钱和道歉 那么如果只是要钱和道歉 那么为什么时隔四年才在这个时候 这个风口浪尖的时候站出来 仅仅过去四年呢 其实刘强东在这四年当中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无一例外都是归根结底 是一件事 就是他退位让衔 扶持了京东的二把手徐雷上位了 按理来说啊 刘强东才48岁 正值壮年 实在没有必要这么早就回家一样天年 现在看来这一举动似乎颇有深意 这一切错综复杂的事件 刘强东退位 京东自杀式援护 明尼苏达案重启 这三件看似不相关的事情 偏偏接踵而至 都在这同一时间点上 所以真的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背后有推手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当然了 整个的这个性侵案呢 事件的经过我们就不重复了 只是事发之后 张泽天和刘强东呢 他们其实像无事发生一样 经营着各自的生活 这件事呢是在2018年发生的 结果2019年的8月中旬呢 奶茶妹妹就收到了 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为期两年 那么与此同时 刘强东在做什么呢 2018年从美国回来之后呢 其实刘强东就已经开始了 频繁卸任京东的职务 刘强东呢 这一套操作下来 已然是将明尼苏达案 对京东的影响降到了最低 在今年的4月27号 听证会被取消之后呢 有人在社交平台上爆料 说明尼苏达案似乎要反转了 这次刘静尧是有备而来 他很有可能手握新的证据 网传的女方将出席听证会 这个事件的理论上来看 并不是不可能的 刘静尧呢 她只是个普通的女留学生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美方怎么会同意 将这一件尘封4年的案子重启呢 就是不知道刘静尧真的有了新证据 还是有心人想要大搅浑水了 毕竟呢 在明尼苏达案刚出来那一年 网上就有各种的阴谋论 就层出不穷啊 大家具体呢 可以看一下我这张图片 目前呢 事件的最新进展 就是说如果双方始终不能达成和解 那么根据刘静尧的律师透露 法院将在5个月后 也就是2022年的9月26号 重新审理明尼苏达案 并且呢预计庭审之后将再次宣布判决 对于这个结果呢 现在刘强东和奶茶妹妹 他们都没有在网上表达任何的态度 以及做出回应 很有可能他们在搜集证据啊 或者是着手准备等等 这都有可能的啊 让这个事件彻底的进行一个了断 而作为吃花群众的我们呢 只能默默等待后续的发展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在这一周当中啊 在影视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最近呢关于综艺《花儿与少年》第四期的消息有很多啊 而且呢这个 这个人名单啊 据说被透露了出来 让吃花群众很是兴奋 大家都知道啊 当时呢 《花儿与少年》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啊 第一季刚播出的话 刚播出的时候可以说是超多好评 而且是现象级的爆火 但是呢第二季跟第三季呢 它的口碑就迅速下滑了 最终导致这个节目已经取消播放了 现在时隔多年 这个节目竟然要重启了 而且呢关于名单啊 嘉宾的名单在网络上呢 也是有很多样的版本 那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呢 这一季的你要嘉宾是 张凯丽 杨幂 丁程鑫 赵金麦 刘敏涛 李斯丹宁和韩东军 如果这个名单是真的 那可谓是阵容豪华啊 目前呢 节目组还是没有官宣 但是网友们看到这个名单 已经是很期待了 不知道这个名单 到底有几个人最终能够成型了 好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关注一下 很多人都非常喜爱的两部大制作的电影 那么根据媒体报道呢 这个派拉蒙影业的电影产业大会 CinemaCon上宣布 谍中谍7正式定名为 Mission Impossible Dead Rocking Part 1 那么正在拍摄谍中谍8的 汤姆克罗斯呢 也通过视频的方式 隔空的揭露了这个片名 已经看过谍中谍7预告的到场观众说呢 这个剧啊 这个影片啊 真的非常令人紧张 高风险 预告呢 目前还没有向公众开放 根据Variety这家媒体的描述说啊 当Eason亨特 骑着摩托车从悬崖上 俯冲下来 然后自由落体掉进深渊的时候 它的特技变得如此离谱 以至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笑了啊 这点呢 就让大家兴致提到了最高点啊 为什么这个特技会让人发笑呢 那么这个预告片呢 将贴片《壮志灵运2》独行侠 后者呢 将在5月27号上映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另外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 就是大家期待了很多很多年的 阿凡达系列的第二部 终于越来越近了 那么阿凡达系列的第二部 《阿凡达2》水之道曝光了一组全新的剧照 萨姆沃辛顿回归扮演的杰克萨利 以及左伊索尔达纳回归扮演的 那这个涅提尼的造型呢 也是回归亮相了 这部片子呢 由詹姆斯卡梅隆指导 将在12月16号在北美供应 12月14号在海外率先亮相了 在剧情相关的介绍当中呢 官方表示说阿凡达2 以及后续的续集都会是独立的故事 但是都是关于杰克和他的家庭的故事 阿凡达2水之道的画面呢 是更为宏大的 还有不少的水下生物 也让很多人 这个很不少 这个也有不少 这个纳威人在水下的互动 视觉效果呢 也是非常的出色 官方呢 还公布了一部分 本电影的艺术概念图 那这部电影呢 对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也是非常的期待了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期娱乐周报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